进入国立的7月的时候呢 其实啊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看到 国立的7月8号几位月 那正式进入了阴历的6月呢 是7月18号 它有一段时间还在几位 几位月是一个文曲画季而无曲画路的月份 所以不可否认啊 在这个月份里面啊 尤其是天气越来越热 我们的人性会越来越浮躁 再加上啊 如果说刚好命盘上又是仓取对拱的 或是仓取同工的 那很容易就会有这种情绪上的波动跟波澜 那再加上说整个台湾现在因为选举啦 因为很多新闻的议题的炒作啦 这个月份啊 应该会是这几个月以来 开始啊进入了整个情欲奔流的状况 然后各式各样呢 心情啦等等 会让你觉得很过不去的一个时间点 无曲画路 画路的地方补画戒的地方 这是一个会忍不住啊 要去花钱 然后来弥补自己心灵的地方 或者是用力赚钱努力事业 来弥补自己情绪有问题的地方 因此呢如果啊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你自己本身命宫 倩宜宫 夫妻宫 官路宫 福德宫 有文取心所在的时候呢 这个月份啊 其实会有比较焦躁跟情绪比较不稳定的情况 这个月份就认真在事业上 然后努力去赚钱 原则上啊 就会是可以去解决跟弥补自己心情的那个问题 之前有网友反映说 老师啊你那个只要大家心情不好 或者只要大家情绪有问题 你就带大家出去弯 那没没没 我并不会都是这个样子 你主要要看到底是哪颗心会化露 哪颗心会让你的生命会觉得比较丰富 没有空缺感 那我们又要用那样子的方式去面对 那不可否认 无曲化露你也可以说你只是花钱啦 尤其是当你的无曲心本身如果有化露的话 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它同时间太阳化圈 所以啊 它是一个很好让你认真工作 并且开创副业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提到过啊 今年所有人的最大问题就是 所有人的流年财宝都有颗陀螺心放在那边 所以几乎所有人啊都会有觉得说 哎呀今年好像财运不是很顺利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一个好的时间点要花点时间在事业上面 也就不会让你自己的心情上觉得很郁闷 或者是空缺 那是在这个月份呢 我们会给大家建议 尤其是你的贪囊心如果又是坐在命工的 财博工的 官路工的 我们都会建议啊花时间 行李放在事业上面 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从年初的趋势预测 我们就跟大家提到说今年啊整个经济局势啊 它的最高点大概就是在第三季 那当然在第三季会有个专者往下掉了 还会有点盘整 大家个股轮一轮 那也许又在17,000左右这样子 那差不多就开始往下走了 国力的7月8月左右这两个月 是今年啊如果说你还要赚波段的话 这两个月是比较好的时间啊 那再往下的话应该要很厉害啊 因为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数据都往下掉的时候啊 应该很厉害你才有办法调到好的股票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多注意 差不多了如果说你前面有听我的意见 有买到股票赚钱的就差不多可以走了 这几月一直有很多的这种情色的纷争跟新闻 这个也会印合在这个月份的 文学化金跟文学化路上面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两个月左右呢会开始看到啊 利用这样子的新闻开始要来炒作跟赚钱 请后越来越多我们已经开始会看得到说 有人是为了要赚为了要赚钱或赚知名度 所以才来做这些事情的 反而是对于这个运动长久来讲这样是不好的 关于选举呢这是台湾很重要的事情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会看到啊 更多更多的不干净的抹黑的手法会出现 当然啊这个几乎是不用预测的 台湾只要到了选举这种手法呢就是层出不穷的啦 几月往下跟的就是跟月 跟呢倾向化剂 在跟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更多更多的这一种 黑寒啊污蔑啊然后攻击行为会越来越多 反叛的行为会越来越多 各阵营呢几乎都有这种所谓的背骨仔会出现 他会在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呢 他实际上不用去等到8月8号进入更生月啦 他差不多在7月底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事情了 这个月份里面以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入了农历7月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大家花很多的时间把自己的专心跟注意力呢 放在这对于自己来讲比较有实质利益的这种工作上面 实际上会比较好 那至于社会上的纷纷扰扰以及政治上的纷纷扰扰 我们就是做吃瓜群众就好了 这些的新闻最慢农历7月差不多就过去了 因为选举的关系这个政治上吵吵闹闹的状况 大概要延续到10月11月左右 我们也就会看得到情势大致就定定了 但是不管这些人怎么样 不管你觉得他如何 可是回归到地啊 我们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过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这是一个无曲话路的一个时间点 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否则我们会很容易受到了 前期的影响以及命盘上思虑跟感性的 闻取心的影响 让我们在这个月份过得觉得 哇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 这个月份还有天良化科 在这个月份啊 如果你的天良心在命功或福德功的 这是一个很好拜拜的月份 也是一个很好做善事的月份 拍影片的前一天刚好是我生日 跟我比较熟的朋友都知道说 我每年的出书的版税 以及我算命的钱集合起来 那全部的都做捐献 那绝大多数我都捐给门诺医院 我把这个当成我每年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我们就捐了一笔除去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预计 明年门诺医院那边呢 我们可以努力到 250万以上这样子 因为他们新大楼要盖 还有一些金额不够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啊 在影片后面呢 看我们的连结 跟着我们一起捐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自己去找门诺医院也可以 这是一个啊 捐款做善事会累积福报很好的月份 也是一个 跟神明求帮助 想心事很好的月份 那你会说老师 是我的命工跟福德工都没有天良心 啊没关系 你会有本命的大命的 还有小命的 还有流命的 如果都没有呢 都没有没关系 那做善事总是老天会注意到你的 求心愿给自己设定目标 然后呢希望得到宇宙的帮助 然后自己去努力 其实会得到丰收 以及会降低你自己烦躁的一个月份 希望这个月呢 大家都可以平平平平地过 然后可以顺顺利地过 身边如果有人啊 他是文昌文取同工的 文昌文取对拱的 在命工及恶工跟福德工的 这个月份呢 都可以注意一下他 他可能会因为 心情情绪感情等等的烦躁 会比较容易会有忧郁或造成的情况会出现 那我们可以多关心他一点 那就可以降低这样的状况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在炎热的夏天 即将来到的鬼月 我们都可以平平安安 下个月呢 我们就来告诉大家说 面对到鬼月 虽然我们经常都不讲那是鬼月 我们说那是感恩的月份 那我们该要做哪些事情 您先来点个月 明白 所以 我这样就只能找到ệt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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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